12月6日是唐燕的40岁生日 当天0点0分的时候 唐燕工作室也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张海报 并且配上了一段小作文 先是称赞她作为演员 以及登上综艺节目时的真诚和努力 随后也送上了特别真挚的祝福 这也受到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 画面中的唐燕穿着亮片的连衣短裙 修身的款式也将她的曼妙身姿完美地展示出来 凹凸有致的好身材和白皙纤细的大长魁 也让人十分的羡慕 这完全不像是个孩子的妈妈 看上去也依旧是少女肝满满的 她的脸上也露出了甜美可人的笑容 白皙水嫩的肌肤 以及一双清纯灵动的大眼睛 这也美得如同初恋般让人心动了 相信罗继拥有这样的美娇妻 也会时刻感到特别的幸福的 唐燕的个人社交平台账号上 也自动更新了一条生日动态天 而许多粉丝也纷纷前往送祝福 不到一个小时就已经获得了数万的点赞和留言了 依旧拥有着超高的人气 粉丝们也纷纷换上了自己的头像 不仅排列组合成了祝唐燕1206生日快乐 而且还以他曾经饰演过的角色 送上了真挚的祝福 可以说是特别的用心了 这种双向奔赴的关系也让人羡慕不已 我们也都知道唐燕和我进 不管是在婚前还是在婚后 也都特别的恩爱 如今他们更是有了一名可爱的女儿 组成了幸福的一家三口 甜蜜幸福的模样也堪称是娱乐圈中的模范家庭了 每次看到唐燕的时候 她的脸上也都洋溢着笑容 而就在前不久 唐燕也参加了热门综艺节目王牌对王牌 在节目中也可死狂刀里的大扫尘书庭 颜值在线 气场强大 简直可以和扮演者高业匹迪了 赢得了网友们的胜赞了 如今唐燕也步入了不惑之年 不管是身材还是颜值也始终在线 而且和罗进的感情甜蜜 家庭幸福 事业更是蒸蒸日上 称得上是人生的大赢家了 也期待着未来的她 在继续给我们带来精彩作品的同时 也能早日传来更多的好消息 相信到时候也会赢得大家广泛祝福的 近年来 我们常常看到40岁的唐燕 在屏幕上展现出的明亮笑容 如同刚刚绽放的花朵 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甜蜜与美好 她的状态让人惊讶 仿佛时间在她身上静止 那份甜美和纯真依然如初 而这一切 离不开她与罗进的幸福婚姻 我们都知道 爱情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部分 而唐燕和罗进的婚姻显然是 他们彼此爱情的最好证明 在他们的世界里 对方就是自己的全部 他们互相依赖 互相支持 互相鼓励 正如养花一样 他们精心呵护他们的爱情之化 使他不断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他们的幸福婚姻让我们明白 爱情不是年轻人的专利 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权利 无论年龄大小 我们都有权利去追求和享受爱情 唐燕和罗进的婚姻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的幸福生活 让我们看到了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当然 他们的幸福生活并非一蹴而就 他们也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挑战 但他们始终坚持下来 因为他们懂得珍惜对方 懂得尊重对方 他们的爱情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何时何地 我们都应该珍惜身边的人 珍惜我们的爱情 那么 如何才能拥有像唐燕和罗进那样的幸福婚姻呢 首先 我们需要学会爱自己 只有先爱自己 才能有足够的力量去爱别人 其次 我们需要学会尊重和理解对方 在爱情中 没有谁对谁错 只有相互理解和支持 最后 我们需要学会珍惜和感恩 爱情需要我们去呵护和培养 只有珍惜和感恩 我们才能真正拥有美好的爱情 在唐燕和罗进的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爱情的力量 看到了幸福婚姻的秘密 他们的生活状态让我们明白 无论何时何地何年龄 我们都有权利去追求和享受爱情 希望我们都能像他们一样 拥有一个幸福的婚姻生活 娱乐圈的光芒 似乎永远都无法绕过那些才华横溢的年轻新星 这些养成系的小艺人们 有的还在念小学 却早已掌握了高超的记忆 渴望在美光灯下一身灰 这样的潮流 却让一些曾经要眼夺目的明星感到不安 岁月无情 时光荏荏 曾经风华绝代的女星们 也随着岁月渐渐步入了四十的行列 杨颖和杨幂仍在热门综艺中游走 闪耀舞台 而唐嫣似乎逐渐隐匿在了镜头背后 她是否已经心灰一朗 放弃了在娱乐圈重新展露头角的机会 唐嫣的成长故事始于上海 一个充满高雅艺术氛围的城市 她从小便展露出艺术天赋 学习各种乐器 为日后的演绎之路埋下伏笔 与同兴出身不同 唐嫣经历了普通人的成长轨迹 在上海这座先进年轻的城市 她接触到了高雅艺术 而她天使般的容貌 成为了她踏入演艺圈的敲门砖 18岁时 她荣获全国模特比赛冠军 如一朵出战的花朵 然而 《仙剑奇侠三才》是唐嫣真正展露头角的作品 这部现象及热播剧已经播出 让她的灵动可爱形象深入人心 下架三千斤 更是让她的知名度攀升至巅峰 她以出色的演技 赢得了更多观众的喜爱 然而 成功的背后似乎隐藏着无法逃避的问题 如何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平衡 成为了唐嫣面临的难题 婚后 唐嫣与罗进成为人们眼中的幸福夫妻 两年后迎来了小生命的到来 家庭生活和事业的平衡 成为了她的新挑战 然而 唐嫣在事业上似乎并未如当初那般风光 曝光率逐渐下降 她能否在娱乐圈中保持存在感 或许 她正面临着年轻时辉煌 是否能延续的现实问题 如今 唐嫣已经步入了四十岁 她的容颜逐渐沉稳 流露出成熟与优雅 然而 与佟宁的杨幂 杨颖 赵丽颖相比 她似乎在娱乐圈的竞争中 逐渐失去了曾经的活力 在友情方面 曾经与杨幂关系亲密的塑料姐妹花 如今也变得疏远 两人曾在剧组中互为对手系 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姐妹 但随着事业的发展和资源的争夺 两人的关系逐渐僵硬 朋友圈也不再是那个单纯的天真 唐嫣的现状似乎是一个交叉口 事业上的曲折 让她在新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 今天显得略显暗淡 然而 她并未因此感到焦虑 相反 她选择在综艺节目 我们的客栈中展现出自然大方的一面 赢得了观众的好评 或许 唐嫣已经在年轻的竞争中 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不再过度追求高热度 而是享受着舒适的工作状态 对于唐嫣来说 年龄和事业并非唯一的标杆 她与罗进的幸福婚姻 以及成为母亲的喜悦 让她更加关注内心的平和和家庭的温馨 或许 她早已经足够满足于现有的成就 不再为追逐曾经的光芒而感到失落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选择权 唐嫣正以一种佛系的态度 迎接着未来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